哈囉大家好我是恩尼 歡迎來到歐洲最佳耶誕士集之一 維也納耶誕士集 歡迎來到真正的耶誕士集 耶誕娜 這個才是耶誕士集啊 不是什麼新北耶誕城啊 完全不一樣 這裡腹地非常非常的龐大 這是大門口進來 從左到右 到最裡面那棟建築物前面 你可以在這裡逛到深夜11點鐘 來帶大家看一下這裡都賣什麼東西啊 變耶誕士集 好漂亮的燈 這裡好多聖誕娃娃 還有那種聖誕吊飾 這次集不是那種點料的啊 不是那種什麼工廠進過來的 感覺就是他們自己的得意之作 也有賣這種應該是薑餅之類的吧 一個四塊五塊 愛心形狀的薑餅 這檔是行李最好的喔 炸馬鈴薯球 可以包不同的東西吧 你看 超級多人在排隊啊 欸這種東西如果是在澎湖的話 就是釣貝殼 這邊是叫這種聖誕老人的裝飾 欸說真的啊 你不要看這個 這個好像沒什麼露營啊 但是你聖誕節的時候 擺幾個這個在家裡的客廳啊 或是家裡的房間啊 就很有氣氛嘛對不對 不過我是 孤照一隻 一隻孤照這邊跟別人逛耶誕士集 格格不入啊你看 大家都是 成雙成對的 我估計現在這整個 維也納耶誕士集 現場 應該有大概三千個人左右啊 我是裡面唯一一個 對著一台機器講話的人 大家都是跟著他身邊的朋友啊 家人講話 不過呢 他們只是跟一個人跟兩個人 但是我卻可以跟千千萬萬個你們 一起聊天 其樂無窮啊 感謝大家的收看啊 好不好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哇 這一攤是賣香料的喔 來 聞聞看 很香吧 對不對 這是什麼東西啊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蠟燭耶 一支這樣是怎樣 你看喔 我剛剛逛了一圈 生意最好的還是這種飲料攤 賣那種熱紅酒的啦 人手一杯飲料 每個人都會喝 最最好攤耶 不過我在想說 他們應該會限制那個 賣熱紅酒的店家的數量 對不對 要不然賣熱紅酒這麼好攤 大家人都在賣熱紅酒 那整個市集還成什麼樣子 不就變成一個酒攤了 但是就可惜了 那種賣其他東西 來飾品什麼的 這個就不是說很好賺啊 不過這間是不錯啊 可是它很有特色吧 這個是不是很有特色 看一下 真的蠻漂亮的喔 對啊你賣其他東西 就不是說很好賺嘛 那錢不就都被賣久了賺走了 這樣不是說很公平啊 為什麼你可以賣久我不能賣久 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樣處理的啦 好不好 還是說我們台灣有辦法來這裡 白攤賣那個什麼 蚵仔煎啊 還是賣什麼 大腸包小腸啊 好不好 把這裡的店家全部把它打趴掉 要怎樣申請這個 耶誕士集啊 有沒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的話在下面留言給我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辦法 我們組一團 來這裡 賣個東西嘛 或是有沒有住在圍裡 你看 我們一起來合作一下 這一個應該是最熱門的之一啊 就是偷刀啦 杏仁啦 然後他們會裹上一些那種糖霜的啦 他們喜歡在聖誕節吃這個樣子 你看 我是沒有酒的啦 沒有酒的行李了 你看賣酒的 那個杯子 聽說齁 之前啊 現在是不是不知道 他們喝完熱紅酒 你這個杯子是可以帶回家的 你看一杯一杯熱紅酒 好香啊 一杯七塊五 六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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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塊 你看 賣熱紅酒的行李了 然後 看到這個賣氣球的 就讓我想到 過農曆年的時候 澎湖城隍廟前一條街 也會有人擺這個氣球在賣 感覺蠻好玩家 耶誕斯底哥的這種滑冰島就在旁邊了 在那邊炫技的也會有 好嗎 這個溜冰的業者啊 這一個月的聖誕市集下來 應該賺完這一個月整年就可以休息啦 不用再工作啦 哇 這一棟建築就是維耶納的市政廳 前面呢有一棵聖誕樹 很大的聖誕樹喔 我們之前有一集有跟別人聊到嘛 你看 政府啊就會開放在他的 權力中心前面 開放給庶民同樂 這種在政治上面來說 是一種娛樂人民的效果 可以安撫人民的情緒嘛 讓大家不要 有事沒事想要在那邊搞革命啊 想要在那邊反抗啊 抗議什麼的 讓你們有娛樂 而且我還開放我權力中心的廣場 給你們使用啊 展現我的親民嘛對不對 這跟以前羅馬競技場 鬥獸場 皇帝和人民在那邊娛樂 跟現代的籃球賽啊 棒球賽啊 政治家不是都很喜歡去那邊開球 或是場邊觀賽嗎 感覺跟人民同樂嘛 哼 這是種政治掌控的手法 主要是維護他的權力中心啊 在這種特殊的節日啊 稍微開放給你們這些庶民 一起來參與一下 大概是這個意思啊 好精緻喔 這是抽屜是不是 20塊 這抽屜要放什麼 不過 算蠻有特色的啊 哇還有大顆的耶 195 其實我以前小時候很喜歡這種衛生紙 就是那種 有花紋 有圖案的衛生紙啊 這種 我都很喜歡 小時候很喜歡這種衛生紙 也蠻多人在那邊挑選的耶 不是說 擺了沒人買 哇 這棵生魚在這裡喔 欸 這位酷哥在這裡賣糖草栗子啊 喔 很酷啊 這位 一位型啊 喔 還有煉的耶 因為我們的女星觀眾 大概只有占15%還是18%左右 不過還是要照顧一下 這位很酷啊 這位 有沒有看著覺得這個糖草栗子都變好吃了 哇 捕捉到這個關鍵時刻 他送愛心出來了 我現在在奧地利的超市 這間叫做 英特斯巴吧 的前面 跟著我一起去看看裡面的物價 這個大袋的馬鈴薯 1公斤2塊歐元 折台幣70塊 洋蔥 1公斤 2塊7 這種大包沙拉米 3塊 小包的2塊 這一個 這種 你去頂級超市買 這一包喔 不賣你250塊 那有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上面這種包裝很精美的 也只要2塊半 再來 一大堆的這種 各式乳酪 那就更不用比啦 好不好 你去那個 那些貴婦超市看看 就知道 價差有多大的 吐司拉麵包 這樣 一包 2塊 好不好 吐司拉 一條也是2塊 沒有比較貴嘛 對不對 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全賣吐司拉 這麼一大條 3塊 這個維也納 到處都是這一款 莫札特的巧克力 不同牌的都有出啦 莫札特的笑笑 哇 還有這種羊奶的乳酪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哇靠 別太期待的不講 這間超市的真好逛耶 超大間的車站的超市 車站超市就 就這麼好逛 看看這種果醬 高級的果醬 5塊歐元 5塊歐元啊 那你說它有便宜的嗎 也有嘛 這種 3塊的啊 偷刀 偷刀均 也是3塊呢 這樣一大罐啊 代表 100塊 這裡還有一大堆這種 豐富的穀物脆片啊 啊 蜂蜜的巧克力的堅果的 這個 自由品牌的更便宜 3塊 哇 這麼大包啦 下面這種玉米片的啦 比較沒有那麼健康的 更便宜啊 2塊啦 這個好像類似那種 山花奶水的吧 咖啡奶精的 1塊6啊 這麼大一罐 還是玻璃瓶裝的 鮮奶 1塊3 台幣40塊錢的鮮奶 在這裡的鮮奶 喝起來是 毫無壓力啊 對不對 你可以狂飲啊 大家猜猜看這個什麼 這個是鹽巴啊 哇 林老鄉 鹽巴做成這樣子 花香的鹽巴是不是 賣你3塊5 好不好 也沒有賣到你天價 黑色的鹽巴 欸 這個可以問一下 金華酒店牛排館的主廚喔 看一下這個黑色的鹽跟他們 是不是有雷同啊 這麼多的鹽巴 這麼多的調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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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麼多的香料啊 香料共和國 這個地方 哎呦哇 這什麼東西啊 這樣賣你11塊 這個鹽是怎樣 取自於天山山脈 這樣子賣你11塊 這樣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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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